OK 继续回来unview 今次我们会做一个类似这样的操控 我们可以看看 首先我们要讲一讲关于这个unview的game flow 因为这个要知道 game的流程是如何 之前我们就讲Enter component 其实这个unview的document有讲到game flow 你可以看看这幅图 其实它有一个叫engin 这边是editor的engin 这边是平时你这样玩的游戏 然后它就会建立一个所谓的game instant game instant就是一个new object 这个object就是和你的游戏的生命一样 即是你的游戏玩多久呢 它就在这里多久 它只有一个 而且它是你转了不同的level 或者转了不同的性 都不会消失的 其实有时候可能是放一些跨越level之间的东西 之前也讲过 你平时一个私家家 你用single time就这样放一个static 但这里就在unview里不行的 因为其实它editor 本身有一个world 或者有一个incident 然后当你按个play地的时候 它有另一个incident 那你用过static的话 它不是你这样用的 所以如果有些东西是用single time 你一个地方要存的 是关于game的 那就应该可以放在game instant 这个object里面 那我们可以overwrite它 然后就在我示范 然后它就会建设一些game section 这样 然后又会begin play 即是开始玩 然后就有个所谓的game mode 那game mode是什么呢 game mode其实你可以理解成 跟着game level 比如我有三个level 一个就是title画面的game level 一个就是game的画面 可能是另外一个game play 那你每一个level 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game mode 或者用什么例子呢 比如我做一个麻雀游戏 那我有个title画面 那那个是一个level 然后按进去就会有一个lobby 那你可以选去哪张桌打麻雀 或者找朋友打麻雀 那可能有另外一个game mode 然后你进去打麻雀的时候 那你又是一个game mode 好 打完之后你就走出来 那game mode的定义是这样的 所以game mode其实它本身是管理着 那个game是怎么玩的 那个game是怎么玩的 因为你可以有很多个game 好像麻雀那样 你可以有很多个game 甚至乎你可能麻雀桌 旁边有一个是玩 玩坐大地的 什么都好 那你可以有不同的game mode 那有个game mode 它就会 swarm个player 基本上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那另外有些什么要知道呢 就是其实 我先玩一下福徒 那它本身的流程就是 这样 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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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要知道的 所以就要少少 讲解一下 因为 这些都是要知道的 那这个是个 Game mode 应该这样寫 Game Instant 嗯 那接着它 下来就会有 很多个game mode 这个是个game mode 很多game mode 那似乎你进了哪个game mode 那你可以不同的 mode 那那 game mode 其实它会生个player controller 就是个player controller 出来的 每个player controller 那每个player controller 其实它还会有 另外一个object 就叫做player stay 你当是 OK 那是什么来的呢 一会再讲 跟着呢 这个Game mode 它也会生另一个东西 叫做Game stay 你会发觉它很多东西 都会有这样 有个stay的问题 那其实什么来的呢 就是 这边的game mode 主要就是 本身你用来做 那个game logic的东西 那这个game stay 是用来摆data的 通常是 那为什么会摆data呢 就是因为 其实它会 譬如你有两部电脑 那 那之间它们会 升幅的data 就是这个 这个是host 这个是host 这个是gas 那它会将game stay的data 那它会将game stay的data pass 过去host update 过去其他的client 那里 那所以同样地 Player stay都是 每个player 他的stay都会在那里 那这个其实有些 关于network的设计 所以它才会 会分开它 那 那 当然啦 如果你只是single player game 你全部都做完 在game mode 都没什么所谓 那所以慢慢日后 你会明白它这个是什么来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然后Player controller 其实代表着什么呢 是代表着你的player 他拿着个控制器 拿着个game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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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十字按针 每个gamepad 就当是一个控制器 你当是这样 简单点理解 那所以 很自然地 你会控制一只character 所以Player controller 就会控制这只character 那这只 就叫做promp 在暗里头的字 它不是叫character character 再上多层的 最基本的就是Player controller 和那些promp 当然你可以有多过一只character 你可以转去控制这只 但你每次同时 只能控制一只 它基本上设计是这样 当然你完全不跟它也可以 那这个是它的设计 那有什么是必须的呢 那我们可以看看 最紧要起码这三样东西 是必须的 OK Game mode和控制器 其他promp 那你都可以自己再自由割描 那我们尝试看一看 我们怎样去做这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 弄一个自己的Game instance 那就看一看它的Code 我先做了 所以我一发觉打Code 就花时间了 那所以我做好先 然后尝试再慢慢去解释 那它是Based on这个 UuGame instance 那它也有很多功能可以叫你的 例如有些什么呢 例如Console有Input 例如这里到底有多少个Pair 在玩中 Online session那些东西 你看到所有关于这个Game的东西 其实很多都在这里 那你自己可以再加多一点 那Shutdown Game的时候 你会知道 那我这里就示范了很简单的 就只是当它开始的时候 就编一句字出来 编一句字出来 就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那你带有这个东西之后 其实它也不会立即使用你的Game instance 所以你是需要在这个setting 那里选择这个projectsetting 这个是perproject 那在这个mode这里 底下这里 Game instance就可以选择了 那其实就不应该有太多的 一个Game 应该都是一个Instagram 因为你刚才说到最后都很高 你很少会转 那所以整个project可能 基本上只有一个 那你设定了这个之后 你的Game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召唤你的了 那比如这里我们会看回 锁了 这里虽然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 看一看锁 那你会看到它这里 就会有这个Game instance的start 就是这样而已 很简单 嗯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 应该看一下 怎样可以get Game instance 譬如你现在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actor 就像之前那些actor 你其实在这个tick那里 你想get回Game instance 那你可以怎样呢 你其实只需要get a world get a world 以后呢 你就可以问它get Game instance 这样 ok 那你就可以拿到Game instance 但是它的type 呢 将会是 用Game instance 的 ok 那你可能希望 要拿到自己的Game instance type 那所以你就可以cast 它 那它也有给了一个 helper function 就是 直接get Game instance 就给了这个 Tampage version 那你可以直接 这样叫做 my 它叫什么 my lesson 这样 你可以整个这样 那你get到这个 就是自己的Game instance 来的了 ok 那它也有另外一个 是checked 的version 那checked 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它cast不到 就是你那个type 是错了 它returnout 那不就正常 但是如果checked 它直接会error 停了Game 那其实它也只是 用这个class checked 那你可以自己 选择 哪个 ok 那这个就是get Game instance 好了 然后我们讲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level 关于 那现在我做了 lessons4的level 那刚才说了 Game mode 就是per level 那所以我们怎么可以 改这个level 是用什么game mode 就是选择这个setting 这里选择world setting world的意思就是 现在这个level 它的意思在这里 那这里你可以选择 那个game mode 那default呢 就是non的 你non的 你non的时候你发觉 这些东西都是non的 嗯 那你可以overwrite它 譬如我现在选择这个 就是 如果你选择game mode的话 这个就是default的 它是自比暗的 它就会有default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用它default 如果你non的就什么都没有 好了 那现在我们想用自己的那个 那所以我们这个 就用lessons4这个 game mode 那你看到我这里 填到一些东西 那其实我这些 就是我想示范的东西 那譬如说 那game mode很简单 它base on game mode 那它有game mode 和game mode base 那其实game mode 就是它default的那个 game mode base 是预计了给你再overwrite 那它一样有些virtual function init game init game stay 和start play 因为init game 其实就比较早会call你的 其实它是连什么都没有 整个game level 什么都没关掉 就已经会init的了 所以是比较早的 你有需要可以用到这个 那我这里只是示范而已 没什么做到都没有 那init game stay 就刚才说了 它有个game stay 你可以选择 那还有start play 等于begin play 不过这个是整个game mode 开始start 那我其实呢 就尝试可以全部都给no 其实如果我全部给no 它的话呢 它就会没什么了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的 那我们有个game mode 它什么都没有 那它会怎样呢 那现在如果它这样呢 你看到它 估计它什么都没有 但是它好像 HUD还有 先加一下 HUD都等于no 那我想它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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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 class 对了 那就变了一个empty的game mode 我们可以试试 这里全部都no 分开了 那我们现在玩吧 玩玩的时候它就说 喂 没有这个play a controller 所以呢 其实play a controller 也是必须的 因为 如果你to play game的话呢 你有两个play a controller 甚至乎 那所以 但是起码都要有一个 那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play a controller 那如果你这里 它会crash 如果 如果这里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呢 其实它本身default 都有一个play a controller 就是平时你看到的 那现在我们尝试overwrite它 用自己的class OK 就之前教过 如果你有class 就是static class 那这个class 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 base on theplay a controller 自己去改一些东西 那我等下再说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 那有了这个的话 其实它就会关到play a controller 那它应该不会再画 这样的了 看一看 这样 没什么特别的 这里都是create a class 接着 基本上里面都 譬如有什么 暂时这些不是关系的 那我们现在应该可以 看多一次个level setting 对了 下开它 好了 现在是用我们自己的play a controller OK 那就 save play 那你看到它就会关掉play a controller 那怎么看呢 其实就看这个world的outline 那你这里呢 会看到自己的控制器 OK 这样 嗯 还有自己的game mode 都是一个actor 这两个 那其实我可以尝试把它放在一个 这里很乱 我尝试把它放在一个 folder 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呢 它有一个folder的物体 你可以搬进去 那这个folder呢 其实就只是 只是被你在editor看到而已 你在game里玩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可以试试做这个 那当个beginplay的时候 我们 这个应该是set actor folder 等等 等一下 它叫什么 folder path 对了 你可以给它个名字 这个呢 可能就叫做 mygame ok 这样 这个play control 有啦 game mode 也可以有 或者你可以帮它搬的 不用示范这个呢 不用示范这个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在这儿get game mode 我们在这儿get game mode 用个world 有个方法get的 可以讲一讲 那get game mode 那这个offer的game mode 你可以用这个 p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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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叫它 替它设定 folder path 啊 这里有两次 用了两次 web name 这个folder path 设定了 会好些 好 那这个 其他方法get a game mode 诶 time media 哦 hidden card name 诶 诶 这样 啊 这样 咯 这样 咯 咯 time time undefine 这个game mode base 那我们要 include 应该 应该是什么 game mode base 我们先查一下 game mode base 是在game framework里面 所以为什么这个tool 最好有用呢 比如这个 其实我在用另一个 但它是一样的 game mode base 那这里 可以看到 game framework里面的 那你可以 验回 game framework里面的 game mode base 那这个其实用这个 箭嘴的 圆固和这个 pro圆固 都无所谓 其实都一样的 现在是一样的 呃 这样吧 应该 在玩的时候 它会搬到去 my game 就是这样 那第二件事要注意的就是 它这个 set folder path 你如果看回 那个 document 你会看到 它 是editor 才能用到的功能 with editor 才能用到的 因为 也就是刚才说过 这个所谓的folder path 是editor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都要跟回 只是editor 的时候 我们才做 但这个还是要弱的示范一下 呃 你也可以改用 controlr的名字 我叫做 set Label set actor Label 是的 这个 你也可以用这个 改名字 我用这样改 帮它改 改这个算了 这个它是用String的 有趣的 那我改这个Controller MyControllerTest 这样 这一部也是 Edit栏才有的 那它就会改了 就是这样 好的 那我们继续做正经的东西 有了这个 我们可以看看 有什么重要呢 我们看看Input 其实Input本身就是有一个叫Input Component Input Component本身是一个Pair Control 一生出来就已经跟着了 应该 我先看看 我先跳到它 先 Input Component 其实它 somehow就在这里 那它是可以有很多层的 所以它在Push on Port 按那个 Component Push 它应该放一个Base 它放在里面 Current Input Stack 它有很多 那这个就有整个Stack 在里面 但是 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 我们只要它有这样的概念 因为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只需要看回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超过来 这个叫做 Input Component 那它就一开始就会确定 你可以做些东西 那你就可以 Bind了一些键 比如说你Bind了一些 Access 就去了某个功能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 Access 所以它那个功能 将会有一个 就是说 你那支棍 推到多少 推向上 和去右 那这个虽然叫Move Right 其实你Move Left 都是这个 不过它给你负数 这个Value 那另外一种 就叫Action 其实它有两种 一种叫Access 一种叫Action Action就是通常是Button 那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按下去 放手 或者Repeat的时候 Double Kick的时候 它就召唤你9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做到 基本上用这个Bind Action 那这个给Disk 这个Disk Class 其实都本身是 Generator Body给你的 就是这里 Generator出来 跟Super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好过打这个名字 因为有时候会 不记得的 如果改了名字 或者你Cup and Paste it go 那所以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 当它一按了这个键 它就会召唤你这个功能 那我另外还可以加了一个 自己的键 这些本身的Difort 有在这里 那这里可以改一个键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是Project 整个Project的设定就在那里 那看回这个Engine里面的Input 那你看到这里 就有一堆Action 还有有一堆Access 那你可以自己加的 譬如说我想加多一个Action 那你就可以按了 New Action 那你可以选它是Keyboard 的Tap 键 或者是 它可以Multiple的 就是几个键 都是做同一件事都可以的 那可能Mouse 是什么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按键 按这个键 按这个键 你可以再按你 Keyboard的键 或者按你Gamepad的键 它就会Map 到的了 如果它Detect到 那个东西 那就变成了不用在这里找 这个List也很长 那一按就行了 那我现在删除了它 那所以我现在按Map的键 就是转相机 那之后会转头用的 嗯 对了 那所以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写回个字 我们可以看看 那我们现在 Play 按跳键应该是Space 来的 你有机会需要 按这个画面 这样才可以的 那我现在按下去放手 就会PASS 和RELEASE 那按确的话 它就会出REPEAT OK 那直接放手去RELEASE 如果我很快的按两次 就会有机会出REPEAT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很容易用的 这个部分 不是太难的 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我一开始做了一件事 好像是没有说到 这个 这个 我设定了这个Mouse Cursor 是正确的 如果不设定的话 其实就之前一直 之前这样 它就会 当你一按下去Mouse 按画面 它就会Capture了Mouse 现在Mouse Cursor 那我按Pay键 按键 那Mouse Cursor 它被Capture了 你直接按Suit F 它才脱回 那有时 如果FPS Game 那这个当然很方便 因为它Capture了 就方便 你可以转 转角度的时候 捉住Mouse Cursor 那有时你不是FPS Game 就很不方便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设设计Mouse Cursor 那记住这个在Capture 里做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Input Component 就是setup 这里做呢 其实不用的 没所谓的 你什么时候改了都可以的 所以就做到这旁 它不会Capture我Mouse OK 另外就是我按上下左右的时候 我就Bind了它来 这个Move Forward 那我就会存在一个叫Input Direction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的Property 那我存在这里 那可以方便Debug 所以我可以Visible 那有机会人 就是会令它不用save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 Runtime时候存一存的 那为什么我要加这个呢 其实我不加这个也可以的 因为普通有一个Variable 那我加了这个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里 那个PlayerController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Input 这个Input Direction 现在我动它 我按GamePad GamePad的话 你看到它就可以 改这个数字 OK 那所以就很直接的 这些东西 那另外我做多一件事 就是你看到我画面 左上的这里有个 紫色的字 那其实我就会 顺便可以示范一下 如果我想Print 这个字在这里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之前也说过 就用这个G Engine 里面的on screen Debug Message 那唯一分别就是你要填 就是填它 有一个ID 其实这个ID 应该是unique的 然后呢 维持多久 维持2秒 那下一次如果 同一个Message 是同一个ID的话呢 它就 不会开一行新行的 它会 它会 用回之前那一行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 就一直维持在这里 它可以这样 那你看到这个 都一直维持在这里 它不会每次加一个新行 如果你用-1的话 ID是-1的话 它每次开一个新的 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些东西你想长期观察住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 就是这边这个 细节的这页 这个已经叫inspector了 很多器材都叫 OK 那基本上这里就是input的操控 大概高输了这些东西了 那我们一开始要7-0 看再有些什么要说呢 我们看看Player controller 看看Prom 现在呢 我们是没有character在这里 就是没有一个Prom 只有一个控制 OK 那其实它D4可以帮你关掉Prom 也都可以自己spot 就是你没有spot 那个actor 那你spot完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控制它 那我们选择这个 DefaultProm 这一样 你可以 告诉它 Default用哪个 譬如我这里做了一个 Default 那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它有一个Cube 之前我们 上这个Lesson 放一个正方形 起码都看到它的样子 没有 基本上就没有东西了 设定它做WoodComponent 如果你不设定了WoodComponent 就是它动不了的 它不可以在图片上 上次也说过 所以 上次那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 要一步一步地做 现在它suppose 它就会关掉 类似Cube 这个就是我们的Prom 这个就是Prom 那 那我做了什么呢 就是当我 每一frame 每一frame 抵抗 其实我就会 迫接回Prom 然后呢 就会帮它向前 走 或者向方向走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按 这个 它会动 还有一个东西 要讲一讲的 就是 其实如果我们现在 不做这个Camera 它会發生什么事 这个应该你们会 预讨 如果自己做的 因为我没讲解 因为这个角度会比较容易看 那其实你一玩的时候 你会发觉它在这里的画面 你现在动不了 那它解决了的时候 你会发觉其实 那个镜子现在在哪里 你会发觉它已经在地上 因为那个游戏 本身就在 在地上的位置 或者它本身是没有更新的镜子 所以它就会吃下去 那你可以设计很多东西的 你可以叫它 看着Prom 让我试一试 应该可以的 那应该就用这个 SetViewTargetWithGrant 那譬如你可以给它 就叫它 看下去了 应该OK的 那它就会用那个正方 盒的位置 作为镜子 是不是得到呢 或者 或者这个是不是未有的Prom 在Prom 算了 我还是不示范这个 顺便说完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 你可以做很多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 有一个Canberra character 我创造出来的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我就在这个Paste Setter 选一个Canberra 创造出来 OK 那有一个Canberra 比如这个角度 好 这样 嗯 还有我改名字 改名字 OK 那 我想它 现在我做了三个Canberra 我想它可以在三个Canberra之间 跳来跳去 每次按一个键 那首先我要想办法找到这些Canberra 那我有一样东西做到就是 那我有一样东西做到就是 这页可以放在这里 订阅 有一样我做到的就是 这个Canberra 我给它一个Tag Tag 是最底的 每一个Actor都会有一个Tag 录到最底 嗯 是不是最底 Tag在哪里 有些难找 因为我也是在搜寻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放在哪里 Tag 那你看到这个Actor 里面就会有Tag 这一页的 那 呃 你看到我这里做MyCanberra 其实没所谓的 比如这个 刚刚新建设的 刚才 Canberra 3 那我们是没有Tag的 那我们可能这里加一个Tag 给它 这里是一个示范 怎样用这个Tag 那你可以多一个Tag OK 那你叫它MyCanberra 那每一次呢 我call 例如一开始BeginPay的时候 我call这个UpdateCanberra 这个功能我自己写的 那它是做了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Tag 用这个MyCanberra的Tag 就问它拿完全部的Tag 是不是全部的 关于这个Tag的Actor OK 那你可以get这个 那其实它这个 这个Gameplay statics 有很多功能 很好用的 那 那 例如这个getActor 例如 可以getActor of某一个class 你也可以给Tag 那 那 还有什么是有用的呢 譬如这里也可以getActor GameMode 我们看一下 getGameMode 其实用这个Gap都可以的 那你给它一个World 刚才我们说一下 用World来get 那如果我们看看它的Code 其实它也是叫World 这个 不过呢 它还会有多些东西 就是它会有locking 所以其实有些人都喜欢用这些 getGameMode getGameStay 都可以在这边 或者get回PayerController 那你都可以在这边get到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实用的功能 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个Gameplay Statics 是很常会用到的 那我们get了所有的Camera 出来 那看看有多少个Total 然后就有个Current的Index 自己存着而已 那之后就 选了一个Camera 就叫做SetView TargetWithBrand 这个呢 就是PayerController本身的功能 那它其实做些什么呢 其实它会通知那个Canberra Manager 去转的 如果跟着它去的话 你发觉它最终会去这个 PayerCanberra Manager那里 就改它View 用那个东西来 用那个Camera 来View 然后我现在每次按那个Q 就是用这个 买了Q 就是Change Camera 这个 它就每次加些Deskate 然后做多一次的动作 那我就可以做到 我现在放三个Camera 在这里 我Play它 我刚才 是不是Disable了Def 我那个 我还没Compile 刚才我 Disable了BeginPlay的时候 这个 现在开始它应该会用 第一个找到的Camera 我不知道它是哪个 它次序其实不保证 那找到第一个 如果你按Q按键的话 它就会转第二个Camera 第三个Camera 就是刚刚提起的这个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来转Camera 那就方便一点 因为你可以看这个角度 那 那 那 当然 这个现在是例子 如果你 跟回 Unreal 本身Default 那个Setting 它本身已经有个Camera 控制在那里 但是我示范一下 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是如何逐样逐样去设定的 那 大概 今次 要说的 就是这里 还有什么特别要说呢 嗯 没有了 那我们说了这些 基本上 啊 这个Prom 其实 可以换的 这个Prom 我看一下 如何先 点个按键 去换还是如何 如何示范 也 咦 应该说到這個 就是 它这个Prom alerts 有一个叫做 Processor 它叫什么 应该在一个eprom 似义 它有一个叫做on process的 为什么没有呢 这个processed by 和un process 这个其实当Pair Controller去尝试控制这个Promise 它就会call的 但是Pair Controller的功能 应该在控制器里 其实不是Pair Controller 对了对了 你可以选择去控制哪一个Promise 这个就是刚才的图画 你可以选择去控制哪一个 每次只要控制一个 当它一转了这个 这个就会call on process 那个功能 基本上就是这样 它又改了什么 我应该用on process 就不要用这个process 它说应该用这个新的 那我不示范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有个character 你可以换 那问题是你怎么找到其他character 你自己swarm出来 然后可能可以选择它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workflow 这个就是gameflow要懂的东西 那下次再继续